继承车司机用酒精仔细的消毒车子内部 他们是桃园机场四日才成立的防疫排班继承车队 从中港澳南韩意大利伊朗等国家入境的旅客来到搭乘处后 只要提供居家检疫通知书就可以搭乘防疫继承车或是租赁车回家 以前他可能不会告诉你或者是引力啊 说我就是要去叫居家检疫 所以这块部分这几天的感觉就是客人都是主动告知我 所以存在上面也都没有其他的问题 需要他配合的动作他们的都配合 我们就是落实点对点的服务 就从机场到他家里 是不能够到第三地 那这个对于居家检疫者 就是一辆车最多是搭载两人 而且都填写资料可以追踪 我本来有包车后来我把它取消 因为包车的费用像我回台中就要两千三 对很体贴 对又不会影响到别人 又可以回家 也不会麻烦到家人 林嘉龙表示4日开始 桃园松山台中小港机场需要居家检疫的入境旅客 除了自行驾车或亲友开车街机外 就只能搭乘机场公司安排的防疫车队专车返家 从桃园机场入境需要居家检疫的旅客 住在北北基桃竹台东或里岛地区的旅客 由排班计程车提供服务或送到松山机场或基隆港等地 车资按照跳表收费 其他地区则安排租赁车转车送到家 车资按交通部公布价目表收费 禁止居家检疫者入境之后搭乘大众运输 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宣导 从11号之后就会进行依法的裁罚 那是10万元到100万元 我们防疫成功 台湾会成为全世界的旅客最放心来的一个国家 搭乘计程车或租赁车的旅客 司机会请旅客用酒精洗手 并用酒精喷洒全身及行李箱做好自身防护 开车时也会开窗通风 旅客下车后再喷洒消毒液清洁车内外 让防疫作业达到滴水不漏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书霞张连杰 台湾桃园报道